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年是我和小吴做斜杠博主的第二个整年了 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了斜杠第一年的感受 今天就想接着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我们兼职博主第二年 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 首先是要恭喜我和小吴又坚持了一年 今年虽然更新频率比去年有所放慢 基本只做到了双周更 但其实体感今年比去年要更累一些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周内工作 今年比去年更忙 另一方面呢小吴今年也换了一个新的工作 所以也比之前忙了不少 于是呢我们能够分配给拍视频和拍照的时间 其实是蛮有限的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一直在告诉自己 就一直在要求自己 不能够以一个完成任务的心态 来做这份周末的事业 一定要用心且spontaneous 这样呢拍出来的东西 大家才会觉得就能感受到 它是比较真实的 大家才会更爱看 今年这个方面其实我做的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也要感谢再次感谢小吴的鼓励和坚持 另外呢 其实有很多身边的朋友来问过我们 为什么要这么累 干嘛不干脆就是全职做视频 这个也简单回答一下 因为我们俩是觉得做博主 是一个你要持续输出的工作 如何做到高智高效的持续输出呢 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有一个持续输入的过程 而周内这份工作对于我们俩来说 就是最好的持续输入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们俩都挺喜欢我们周内的工作的 所以现阶段也不打算放弃 第二点呢是要对大家说的 过去一年里我们对这个频道的走向 有过很多的思考 最终可以确定下来有大家的一份功劳 如果说2020年更多的是确定了我们要做下去 那2021年我们则是更明确了将来应该要怎么做 其实过去一年里我们有想过 就是有纠结过要不要扩大一下频道的受众 做一些可以引起讨论的热点话题 比如可以用一些热搜高位的新闻 或者是一些现在讨论比较多的社会问题去做视频 再比如可以增加内容的形式 做一些情绪类或者是列席类的视频来博眼球 包括封面怎么做 标题怎么起 怎么设计 更加浮夸 更加有冲击力 可以刺激更多的点击 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 只要愿意去尝试 就肯定可以获得比现在更高的视频播放量的 但只是在纠结 要不要去做而已 直到年终的时候 我读到了Phoebe File 他宣布他说他要重返时尚界打造自己的品牌 在他的声明里 一个简短的声明里有这样一段话 点醒了我 他说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back in touch with my audience and people everywhere to be independent to govern and experiment on my own terms is hugely significant to me 这句话里有两个词 my audience 就是这两个词点醒了我 这是何等的自信优雅 就是完全不谄美 坚持自我 只与能够懂他的观众 他的audience去沟通就好 去交流就好 我觉得这种状态下 获得的共鸣才是最珍贵的 精神层面的共鸣 感谢Phoebe的启发 虽然这个频道跟Phoebe的事业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但这句话足以让我们不再纠结 未来的方向 也正是这样的内容策略呢 导致今年我们在各个平台上 粉丝量的净增长也就两到三万 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量级 但我和小吴对于目前整个频道的 内容形式啊 以及发展方向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自己的风格 争取做出更多打动你们 打动myaudience内心的作品 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的归宿更新中 依旧不离不弃 最后呢既然确认了方向 并且面临的是一个道足且长的情况 那接下来就要思考的是 如何坚持走下去 今年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 关于内容统治化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在各个社交网络平台上 关于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的视频 真的有很多 数量饱和且内容相似程度是比较高的 就比如今天如果我不发一个冬季穿搭的分享视频 那大家也可以有很多别的渠道去获取同样优质 且丰富的冬季穿搭ideas 那作为兼职博主的我们 没有办法保证周根的情况下 如何做到给大家的关注列表里无可替代呢 今天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我们在避免内容统治化上做过的一些尝试 首先是分享观点和角度 我喜欢视频这种媒介形式 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支视频 都是在阐述背后的视频制作者 他的观点和他独特的看世界的角度 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呢其实在看视频的过程中 也可以获取到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他的一个观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eye open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看视频 是比看图片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视频中 尽可能的去传递我们的角度和观点 去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很开心 有时候会引起大家一些讨论 就比如今年我们做包包那个视频的时候 包包其实包包总结 奢侈品包包总结是一个已经被做烂的主题 然后今年我们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一方面除了是要把这几年买的奢侈品包款的款式 展现给大家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尽力去分享了 在这个购包过程中 我们心态上的一个转变 以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那期视频发出之后呢 也的确引起了许多朋友的讨论 然后在讨论中我也看到了一些 让我耳目一新的观点 这种交流也是我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带给大家的 其次呢就是在制作Vlog时 也要尽量让大家有所收获 其实关于要不要做生活Vlog这件事情 我和小吴有过很多的讨论 因为现在各大平台上的Vlog 基本上都是以流水账的形式 去记录吃吃喝喝买买的精致博主人生 然后这是小吴最不能理解的视频形式 她一直不懂为什么要花20分钟去看别人的人生流水账 而我呢作为女生 其实我是理解的 就偶尔看一个这样的视频 是的确可以起到一个放松解压 并且让人开心的作用的 但是呢看多了也会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我也并不希望再为大家的播放夹里 添加另一个流水账Vlog 但平时呢又会收到很多朋友 想要看Vlog的诉求 所以今年我们在做Vlog的时候 就一直秉持着 除了记录生活点滴旅行瞬间之外 也要为大家带去一些别的收获 或者带去一些别的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有两个尝试啊 第一个是乌镇的Vlog 当时是小吴出镜 去教大家如何在旅行中 用手机拍出好看的照片 然后第二个就是西藏的Vlog 除了在给大家看美景之外 我们也同时讲述了一些最近的心路历程 分享了一下旅行感悟 最后呢就是强化最无可替代的个人特色 这一部分是我们这个频道 最replaceable的地方 是来自于我个人的经历的一个积累 也是只有我和小吴才可以做出来的内容 然后今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把这些个人特色 真正的变成本频道的USP 比如那个法式晚餐的视频 我们做的还挺满意的 虽然做的很累 还有正红色豆沙色口红的集合试色对比视频 以及最近刚发的那个年度广告 最佳广告campaign分享视频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吧 不管是来自于我之前在法国度过的岁月 还是我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做的周内工作 这都是属于我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 也是我能分享给大家的最独特的东西 尽管工作中的事情不能什么都跟大家说 但我还是在做美妆视频的时候 会尽量的去带入一些更专业的视角 这样呢也能给大家一些新的评判 美妆产品的角度 自从去年坚定了要把博主事业一直做下去后 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对频道的长期规划 我们一看东西也是从一个三到五年 这么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所以呢 我和小吴是在以一个长期的角度 去规划整个频道的发展 以及它的蓝图设计蓝图 即使现在我们依旧没有找出一个非常完美的 去避免内容同事化的方法 我们也一直在告诉自己 就是慢慢来慢慢做改变 不要着急 慢慢的寻找出最适合这个频道的发展方向 这就是今年想跟大家分享的 写杠博主第二年的一个感悟 最后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感谢一下大家 尽管我和小吴总是神出鬼没 更新也没个规律 就是想发久发非常freestyle 但每次回来都会看到依旧在了大家 有时候旷工太久呢 也会收到大家的非常可爱的脆更消息 说想念我 并且有好多ID经常来找我聊天 而这两年都已经变得非常的熟悉 在这里真的要感谢大家的陪伴 坚守与鼓励 也正因为你有你们的坚守 才能够给我们底气 是这样任性的做内容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彼此 细水长流的陪伴 明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做到更好 那我们就2022年再见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拜拜